中国新科驻美大使秦刚 原本给人与战狼外交截然不同的形象 时常对外喊话 表示中美之间应该要合作 而非竞争对抗 但是现在却传出了 他在闭门会议中粗鲁的要美国闭嘴 主要社引述美国国家评论半月刊10日报道 秦刚8月31日出席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透过视讯举办的不公开会议 秦刚先就当前美中关系发表演说 活动进入问答环节时 曾经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代 担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 现职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的 麦艾文提问 美中双方能各自采取什么作为 改善双边关系 秦刚回应表示 华府应该要停止让情况恶化 以便制造对话环境 他接着说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彼此分歧 那就请闭嘴 报道指出秦刚粗鲁的发言 让与会者相当的震惊 特别是因为他发表上述言论的活动 是由一群有多年中国事务经验的 美国著名前官员 学者及商界领袖所举办的 其中包括前国务卿 前财政部长陆杰克 另外 秦刚还重申了 中国外长王毅 今年7月在天津 向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 谢尔曼提出的三条底线 与两份清单 称希望美方 特别的要在涉台 涉港 涉疆 涉藏 南海等等问题上 谨言盛行 尊重中国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 不要触碰和挑战中方红线 报道分析 秦刚今年7月28号 抵达华盛顿旅直 在受到中国禁用的社交网络推特上 开通了正好 当时他不断发文向美国示好 一些观察人士说 刚旅行的秦刚 可能是在执行习近平指示的 对外宣传要努力塑造 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但是 改回微笑外交 和魅力外交 显然不足以解决美中之间的深层 矛盾与改变两国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征 而现在秦刚的发言暗示 他任内将采取强硬路线 与近来中国高层官员 对美方人员发言是相当一致的 就像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指他曾经在美中高层 三月份首次面对面会议上 做出美国没有资格 居高零下对中国说话的发言 十分强硬地反击美方人权侵犯的指责 中国知名艺人赵薇 8月26号遭当局封杀 列入猎记艺人名单 曾经参与的作品也被前往下架 接着赵薇就消失在公众的目光之中 有传言他已经举佳地前往法国避难 也有媒体刻意地公布 他与夫婿在海外拥有众多不动产 以及两个人与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 马云之间的复杂投资关系 还有传言指出 日前被捕的艺人吴亦凡 将赵薇列出自己供出的47人名单之一 而现在赵薇完全消失 就连演艺圈人士也找不到他的行踪 还一度传出他逃往国外避风头 事后赵薇一度地有在社交媒体IG上留言 指自己和父母人在国内 似乎是想要对外报平安 但是这篇贴文却又在不久后自行删除 而就在外界对于赵薇的现况多有揣测之时 他突然地陷增于网络 中央社报导 赵薇12号下午在网络陷增 与中国女导演李孟乔的微博帐号 留下了圣日快乐四个字 引来两千多则的回应 纷纷向赵薇问候并且祝他平安 法广综合报导 2015年9月份 新华社旗下遥网发文 别让李嘉诚跑了 批评香港巨商李嘉诚 不停地抛售在中国的资产 是过河抽版之举 而中国地产商潘石屹 今年也持续出售在中国的资产 在美国不断购买产业 这一如同李嘉诚一样的商业行为 也遭指是准备要跑路 网络上就传出了 别让潘石屹跑了的呼声 现在黑石集团收购潘石屹的 SOHO中国确定告吹 受此影响 SOHO中国股价今天在香港股市 几错超过30% 而中国网友也纷纷地发文嘲讽 幸灾乐祸地认为 潘石屹现在是跑不了了 但是网络热传的央视体育频道 画面却显示 潘石屹夫妻现身美国看网球比赛 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在中国 潘石屹1963年出生 在甘肃农村 幼时家境贫困 又曾经经历附近被划为右派 1983年是潘石屹人生的转捩点 他辞去稳定的植物到深圳 海南及北京从事地产开发 和企业家冯伦等人被称作万童六君子 1990年一起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公司 也就是万童的前身 开始投资房地产 他和张欣是中国地产界最知名的夫妻党 两个人从1995年共创SOHO中国有限公司 成为了中国商业地产的标杆 据报道 从2014年开始 潘石屹夫妇开始出售在上海 北京的地产 而在三年之前 他们就已经前往美国购置产业 一些中国媒体也有关于潘石屹 对中国市场谋生退役的分析 潘石屹曾经在2019年11月底 针对跑路传闻 回应外界表示 不要提醒谣言 他不会跑的 但是近日北京启动了 反垄断反资本行动 从电商到网购 在迄今为止 似乎无懈可及的中国科技巨头之间 引发了动荡 房地产行业也成为了本次的打击目标 导致融资变得复杂 使得恒大这样的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巨头陷入困境 SOHO中国原本在今年6月16号 公告将被美国黑石集团收购 交易额高达30亿美元 但是8月3号 黑石集团收到中国监管当局通知 依照反垄断法 对这一个交易案正式立案诊查 9月10号 双方宣布终止交易 外界认为 这很有可能就是当局打压的结果 东协国家现在成为了中美两大强权 极易拉拢的对象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12号访问柬埔寨 与柬埔寨首相洪森 副首相贺南洪 以及外交大臣布拉索坤会面 中简双方就对抗新冠肺炎 贸易和投资 教育 安全等等议题 进行了双边会谈 洪森表示 中方已经许诺向该国提供 2.72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同时 洪森也在12号出席了 中国原建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 竣工交接仪式 并且在电视直播的谈话中 盛赞中国的慷慨援助 这一座体育场坐落于首都金边北部的郊区 可以容纳6万人 中国为这项专案提供了1.6亿美元的资金 洪森指出 中国还提供了其他的基础建设援助 包含协助修建2000多公里的公路 以及7座横跨湄公河 洞里萨河以及巴萨河的大桥 他还表示中国出售和捐赠的疫苗 在柬埔寨对抗新冠疫情上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投资者 以及最紧密的政治伙伴 来自中国的援助 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柬埔寨的经济 同时华盛顿与洪森政府的关系非常冷淡 因此北京的支持 使柬埔寨可以无视西方 对其在人权和政治方面不良嫉妒的担忧 反过来 柬埔寨也普遍地支持北京 在南海领土要求等等问题上的地缘政治立场 新华社报导 洪森在与王毅会面后指出 柬埔寨在涉台、涉港、涉疆等等关乎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 会继续坚定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 而在巩固与柬埔寨的关系之前 王毅才刚在美国 国防部长奥斯丁 以及副总统贺锦丽 访问越南之后迅速出访越南 王毅当时还宣布要加赠越南300万剂的新冠肺炎疫苗 这个数字加上去之后 几乎追凭了美国提供给越南的疫苗援助总数量 而在王毅访问后 日本防向岸信夫也出访了越南 并且与越南立结了防卫装备出口协定 强调日月关系的重要性 为何中国、美国乃至于日本都如此地看重越南呢? 法广指出 从地缘上来看 中国与越南最近 但是把视野放大到南中国海领域 越南与中国的关系 因为领土争端变得复杂起来 更放到印太地区来看 越南是美国印太战略不可或缺的国家 因为东海和南海 以及与美国的盟约 日本自然的很看重与越南的关系 越南就这样成为了美国日本的必争之地 而越南会如何选择呢? 和内国家大学所属社会人文科学大学前校长范光明认为 越南对中国将继续维持冷静且务实的态度 一方面 越南将继续地强化于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 另外一个方面 越南也会透过与其他伙伴和东盟的合作 来维持越南的主权 从分析看 越南的战略正是滴水不漏 中国科技巨头近来受到当局强力监管 而此次风波 仍不知何时才会到尽头 中国官媒又一次的发文 指出要整座平台经济的野蛮生长 中央社引述中国官媒经济日报报道 文章指出 去年以来监管部门频频出手 多个平台企业被处以重罚或者立案调查 是在宣誓 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是一种常态化 而不是运动事 重在于理规矩 而不是办案子 因为过去规则不明晰 底线不清晰 企业在经营中才会有侥幸的心理 试图在模糊的边界中追求利益最大化 近年大案小案频发 执法部门重权出急 实际上是明溪红线 经历了十多年的野蛮发展 蒙眼狂奔 平台企业眼下难免经历转型焦虑 但相信用不了多久 公平竞争创新驱动带来的甜头 一定会治愈平台企业的合规正统 文章引述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栋表示 数位时代竞争的核心 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发展格局 以及全球地位的大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 随着平台经济逐步异化垄断 当前加强平台经济治理 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有学者呼吁 鉴于平台经济的复杂性 治理创新应从国家和国际层面 构建整体框架 还要努力敦促监管部门 社会公众以及私营部门 形成合力来协同治理 就在官媒发言称要整治平台经济的同时 金融时报指出 支付宝或将是下一个迎来冲击的项目 报道指出 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计划拆分 马云徽夏蚂蚁集团的支付应用支付宝 中国监管机构希望支付宝设立一个独立的应用 用于处理贷款业务 并且将用户数据 将有一个新的信用评分合资企业管理 中国国有企业将会在这一个合资企业中 持有大量的股份 根据上述的新计划 拥有超过10亿用户的支付宝 将不再能够对客户信用状态进行内部审查 而必须依赖外部信用评分 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支付宝将不会是中国唯一一家 受这一调整影响的网贷平台 今年早些时候 支付宝因监管机构的要求 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消费金融公司 处理蚂蚁集团旗下花贝 以及借费的两项性的业务 这些都是中国政府 整顿科技企业垄断行为的举措